他叫波特,是一只被改造过的超能狗 帅气的闪电标志象征他所向披靡的超能力 只需要用头天轻一点,就能撞飞一辆汽车 女孩佩妮是他的主人 他们的任务是勇闯敌人大本营,救出佩妮的父亲 如何问出敌人窝点呢,这当然难不倒波特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躲过敌人的追杀 飞船里放出蒙面骑士,每个人手上都有电流 而波特的另一项超能力就是急速移动 超越整个城区只需要短短几十秒 反派拿出大杀技,定时炸弹,随手一甩 炸弹不拼不移地粘在了油罐车上 波特飞越高架桥,取回炸弹 此时力爆炸只有半分钟的时间 敌人派出了直升机,波特又使出激光眼 把飞机烧到冒烟,来到机场 眼看敌人的数量排山倒海,波特只能用大招了 那就是超级势口功 一瞬间山崩地裂,飞沙走失 仅仅一招就清理了所有敌人,太强了 眼看周围已经寸草不生 女孩终于松了一口气,还拍了一张合影 接着,却抱起波特走进了小房间里 伴随着铃声,弹起目步拉了起来 原来,这些蒙面棋手,竟然是群众演员 就连汽车也是道具 这一切,只是在拍电影 此时,导演正在大发雷霆 因为他发现一个万恶不屑的穿帮镜头 正在痛骂摄影团队 要说谁比摄影团队更悲催 大概就是波特,小的时候 他每天都在追逐打闹,摇尾巴和胡萝卜一起玩 但现在,他把电影当成了现实 已经很久没睡过好觉 他必须守在门口,防止有坏人半夜偷袭 佩妮不忍心了 他想带波特回家过周末 可这个要求,在剧组是不被允许的 又一场戏开拍了,电影里 波特依然有超能力 铁栏杆就像像皮糖一样柔柔 可实际上,这时工作人员在配偶操作 无敌的激光影,也只是爆破组的功劳 在这场戏中,佩妮会被反派抓走 之后的剧情里,再由波特反杀救回佩妮 可波特没看过剧本 他只看见佩妮被捉走 他要救回心爱的女孩 可工作人员就无情地把他关进笼子 佩妮追了出来 波特如果这么被带走,一定害怕极了 但这一切都是导演的安排 如果波特见不到主人 他的情绪会积压,会爆炸 下一场戏 他的反杀就会更激烈,更凶猛 可波特已经等不到下一场戏 才被放出来,他就急着寻找佩妮 他是现场一片空荡荡 看来佩妮已经被邪恶组织带走了 波特一路猛追,呼声撞上透明玻璃 跌入水箱 很快,箱子被装上卡车,运往远处 在电影里,波特是无所不能的闪电狗 现在,他想撞破铁丝网,却差点撞晕 想飞越护栏,却在废墟里摔得一脸狼狈 想一头撞飞卡车 可要不是司机一脚猛杀,他差点没命 头不小心卡在栏杆里 无论怎么使劲都弄不弯他 最后,在鸽子的帮忙下,再把头弄出来 听鸽子说,这附近的街区 有只叫小黑的猫,经常横行霸当 恰好,反派身边也有只猫 小黑肯定是反派的手下 波特找到他,逼他说出费尼的下落 小黑一脸雾水,直到看见波特脖子上的狗牌 他明白了,波特是从好莱坞来的 小黑答应,帮他找到主人 小黑的好莱坞,只要先有交通工具 他们找到了一辆卡车,可车厢上了锁 是时候使用死亡凝视了 然而凝视了半天,锁并没有燃烧 有点丢脸,最后,他们趴在沙发底部 误打误撞上了车 波特想不明白,超能力怎么就不灵了呢 一定是红色的塑料泡沫削弱了力量 为了逃离塑料泡沫 波特从高速行驶的卡车上一跃而下 小黑连带着遭殃,吓得不轻 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饿了,身为一个宠物 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卖萌 靠着波特一张帅气的脸,勉强还能糊口 他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还能遇到自己的影迷 这只仓鼠平时最喜欢看波特的电影 波特的每一样超能力,仓鼠都了如指掌 德志佩妮被坏人绑架,他自高奋勇 又带着波特勇闯敌人潮雪 看着无比中二又热血的队友 小黑只能叹气 他们来到桥上计划先跳上火车 然后乘车来到敌人大本营 可波特根本没有超能力 跳车的举动光是看着就危险 小黑终于受够了,告诉他一切都是假的 超能力只属于电影 现实中,他只是一只普通的狗 波特不信,他要使出绝招 超级施后宫 小黑根本不怕 直到施后宫引来了动物管理局的人 波特和小黑一同被抓走 另一边,经纪人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波特找到了 可实际上,他只是带来一只一模一样的狗 根本不是波特 佩妮急坏了 他只想找到波特 可等来的却是那句扎心的话 你要懂事一点 该学着长大了 他被称为动画版楚门的世界 一直在拍动作片的波特 始终认为自己有超能力 直到现在与主人分离 被动物管理局捉走 他想撞开紧锁的门 一直撞一直撞 撞得头晕眼花 门依旧丝毫微动 最后一次 他使尽全身的力气 猛的一撞,门开了 莫非是超能力回来了 他惊喜又激动 可实际上 门是仓鼠偷偷从外面打开的 现实上是一桶凉水 毫不流行地泼在他头上 闪电的标志已经褪色 电影是假的 超能力是假的 但汤鼠告诉他 英雄是真的 小黑还在管理局 能救他的只有波特 现在波特就是他的英雄 波特的到来 让小黑很感动 汤鼠吸引了管理员的注意 波特身子机会打开了锁 三巨头一路狂冲 来到路边后 顺利搭上一辆卡车 成功拖起 对于一条狗来说 没有什么是必须的 只需要伸出舌头坐在车上 感受风从耳边吹过 生活就可以很快乐 可波特不一样 他要找到佩妮 就算一切都是假的 可佩妮对他的感情一定是真的 小黑不认同 他说 原来是虚伪的动物 他们只会无下心地利用你 最终 波特只好独自踏上了回存的路 终于来到了好莱坞大门口 朝思暮想的佩妮就在眼前 佩妮呼唤着波特的名字 迎接的就是另一只狗 小黑是对的 波特停住了脚步 转身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 他并不知道 佩妮其实跟他一样难过 可这一切 被尾碎而来的小黑看到了 新的一幕即将开发 这场戏的内容 是波特愤怒反杀救出佩妮 可亲爱的小狗 对佩妮没有感情 临阵退缩 还不声撞倒了一旁的火炬 她是现场沦为一片火海 准备离开的时候 波特遇到了小黑 小黑承认 佩妮确实很在乎他 可此时 波特没空听他解释了 他闻见了火灾的味道 佩妮遇到了危险 他手要球顶住了 即将砸下的大门 波特从缝隙中溜了进去 熊熊烈火中 他没有任何超能力 却身陷真正的灾难 当于佩妮再度重逢之际 他扛起了一个英雄的责任 四周的出口全都封闭 关键时刻 波特使出了超级举招 超级尸口弓 声音从通风道里传了出来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最终他们都得救了 结尾的时候 佩妮和经纪公司宣布解约 带着波特回到了家 小黑和仓鼠也被收养 一家人回归了平凡的生活 我们总是探讨 什么样的超能力是最厉害的 可超能力并不是勇敢者的必需品 我们都是平凡人 却总有人 省在平凡的世界里 奴隶变得不平凡 这样的人 他是真正的超级英雄